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淡定一点 吸烟 饭后一根烟 塞过活神仙 点上 听 这香烟中 还有好多种有害物质 其中有那么几种 能直接对肺泡壁造成损伤 形成肺大炮 时间一长 肺大炮越来越大 一个深呼吸就能炸呀 气胸就这么找上你了 神毒君还得劝你 大兄弟赶紧戒烟吧 环境气压变化 我爱哈达 我爱青磕酒 我爱珠穆狼马 亲 小心你的肺泡哟 从高压地区 进入到低压地区 比如高原旅游 肺泡不好的朋友们 会有发展成气胸的危险哟 神毒君 你说的这四种勾引气胸的事 我是打死都不会干的 人凶果然是神毒君的之音 来 拨一个 不 神毒君 你误会了 我是被气胸折磨怕了 才来找你的 我就想知道 我那弱弱的肺泡 该怎么保养 瞬间觉得神毒君的热脸 贴在了你的冷屁股上 然而 这并不能阻挡神毒君 爱你的心 送你四招 养肺泡秘籍 拿去不屑 第一招 吃 养生还得靠食补 平时要多补充蛋白质 维生素 适当进食粗纤维食物 预防便秘 神毒君悄悄告诉你 太用力拉拔吧 可能会玩坏单薄的肺大泡哦 第二招 动 锻炼身体要做些比较舒缓的运动 如散步啦 太极拳啦 既能提高免疫力 又能保证肺泡的安全 活妥的 第三招 防 四季更替 早晚温差大 空调防里一进一出 预防感冒是关键 感冒招来的喷嚏啦 咳嗽啦 对脆弱的肺大泡来说 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第四招 肚 真正得了气胸的患者 面对气胸要掌握好肚 过度紧张 总是担心复发 脾心吊胆过日子 不好 过度放纵 觉得治好了 没事了 我又是好汉一条 更危险 科学治疗 积极心态 才是面对气胸的正确姿势 深度军说到这儿 要喘口气 让肺泡歇歇了 深度军棒棒吧 这一集 说了气胸的预防 还落完了肺泡的咬布 实属不易啊 承蒙夸奖 下集更实用 更有料 更劲爆的知识 都为你准备好了 气胸大结局之 气胸的检查与治疗 老规矩 就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